再来关心呢 这个是土耳其在当地时间周三 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 规模呢有6.0 那深度呢10公里是属于极浅层地震的 那镇央呢则是位在多油岸西方18公里 造成至少187个人受伤 地震当下呢 甚至有新闻主播播到一半 整个人惊慌失措 另外呢就是有民众在街头逃窜 结果差点被楼上掉下来的砖块给砸中 男子牵着一名女子在街头突然惊慌 跑了起来 下一秒朝天空一看 随后巨大砖头从天而降 高速坠落震出粉尘 两人惊声尖叫倒退逃窜 土耳其周三地牛翻身 连主播播新闻播到一半 都难掩神情慌张 支支乌乌躲到桌子底下 镜头人不断摇晃 这恐怖瞬间土耳其各地有感 民众用手机记录下来 住家建筑左右晃动还发出声响 民众不敢乱动 只能看着眼前鱼缸的水波动越来越大 还有猫咪吓坏从椅子上冲下来 寻找掩护 主人也逃出房间外 土耳其 马拉第亚省卡莱发生5.9级地震 这起地震 土耳其官方公布规模达到5.9 不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 则是侦测到6.0 镇央就在土耳其中部 镇源只有浅浅的1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事发当下 大批民众逃到空旷处 甚至有人情急之下 还想跳窗逃生 另外距离镇央100多公里外 南边的阿德亚曼市政府大楼 也感受到摇晃 办公民众脸色苍白蹲低 身子好在安然无恙 但根据外媒报道 这次地震传出超过百人受伤 还有多栋建筑受损 去年才遭遇7.8强症的土耳其 不仅让当局再度绷紧神经 专家强调当地多个断层带活跃 将持续严密监控 未来地层活动情况 TVBS新闻得不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部电视剧呢 它是改编至真人真事 在35年前震惊全美的 梅南德兹兄弟释青案 那当时呢 这对兄弟党呢 他们是被判终身监禁 如今呢过了30多年 他们的家属 停出了新的证据 来要求检察官重审 两兄弟很有机会犯案 Erik和我一起杀了我们的父亲 所以我认为我们很近 暗沉的配色搭配诡诀音效 3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加州 富二代兄弟梅南德兹市侵案 被拍成电视剧引起全球关注 两兄弟当时声称 长期遭父亲性骚扰 因此联手枪杀父母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双双被判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期间两兄弟不断上诉 民间也有人声援 但依旧被关了30多年 如今35年后 新的证据出炉 家属提供哥哥写过的一封信 曝光他们杀死父母的原因 提到担心如果揭露父亲 对哥哥的长期性骚扰 可能会先被父母杀害 梅南德兹亲戚以及律师 在周三召开新闻发布会 要求检察官重审两兄弟的案子 梅南德斯兄弟有望重获自由 只不过两人已服刑超过30年 曾经的少年如今脸上多了些沧桑 在狱中逝去的青春 再也无法挽回 提供别新闻 中国报道 两岸关系来关心 明年是中国大陆的 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 而美国的智库研究报告就显示 很有可能大陆会想要修订 这个法案为武统台湾 来提供合法性 不过国防部长顾立雄 就回应说 大陆对台湾 其实不具有管辖权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示警 大陆可能会在明年 反分裂国家法制 第20周年之际 进一步修法 为武统台湾提供更高的合法性 中国公布相关的任何的规范 都有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对外政策的宣誓效果 我们两岸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 对我方是不具管辖权的 本会向来不会去评论 这个个别智库的报告 那我们当然也感谢他们对 中共对台政策走向的长期关注 那我也会也会密切关注 大陆在2005年所制定的 反分裂国家法 现行的第八条内容为 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大陆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若进一步修法 势必限缩台湾生存空间 他的讲法就非常强悍 不要比强悍 你叫做后聚修本的 我以为部长你会讲得很强你知道吗 至少像面对这种问题 不能说法务部都没有关系 那这部分我有跟那个 神博安委员也有做过讨论 那他也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在外犯罪的部分 应该要有一个修法 对此传言大陆外交部没有否认 只回答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干预 而且AIT主席莫建 则对台建议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 就像不定时炸弹 需要尽快建立有效赫阻 TVBS新闻董永剧台湾桥报道 回到台湾来关注这是国防部的军备局 在前几天呢 其实才正式公开亮相新式的抗弹板 不过马上就被立委踢爆说 这个抗弹板的来源是有问题的 德标厂商一次是透过越南 想要洗产地来进口中国大陆的产品 而且这个表面涂层也被发现 他使用的是比较低阶的工业涂料 去年7月国军邀请媒体实测 现役抗弹板 全因为有军事迷在国外测验 质疑抗弹板品质差 经过了一年多 在国庆前一天 国防部军备局邀请媒体开箱 新一代即将量产的抗弹板 却马上被立委抓包 品质看绿 军备局编列1600万 研发抗弹板 今年3月已表示去年研发完成 预计2025年开始量产 专家分析涂层好坏会大大影响 抗弹板的抗摔能力 表面涂层是第一的工业标准的韧性涂层 也就是在陶瓷层层外面 这个抗摔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立委也质疑新一代的CV105防弹背心 使用磁性快扣也有问题 战斗背心是以军种的需求 考量重量机动力及战术动作等 综合考量因素 包含美军在内 世界主要部队都没在用这款快扣 只有我军还在用 新快扣虽然方便穿脱 可是在战场上面对比较高硬力 比如说在进行一些战术行动的时候 那它可能会脱落 对前线官兵来说 最贴身的保命装备 防弹衣抗弹板屡次爆争议 就怕以严重冲击军队士气 而关于前几天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演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到福建非常有政治军事意涵的 东山岛来视察 不过在公开讲话当中 他没有对军演做特别的评论 反而特别强调 两岸未来应该要融合交流 解放军围台军演隔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15到16号前往福建考察 时间与地点都极为敏感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 依托中亲 乡亲 祖地文化等纽带 广泛凝聚侨心 习近平没有发表对台强硬谈话 而是强调发展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是大陆2023年提出的对台计划 目标让福建与台湾形成共同生活圈 但外界关注的是考察首站选在厦门东山岛 在两岸集聚军事与政治意涵 中国民兵我宣誓 东山岛是福建第二大岛 与金门直前距离只有137公里 1953年曾爆发东山岛战役 是国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大陆的战役 时至今日 东山岛仍是重要军事据点 西南方的大城湾 目前是解放军大型两栖登陆训练场 我国防部近年也多次公布 共军在大城湾的动态 上百发炮弹发射 14号为台军演后的当天 属于对台作战支援兵力的 解放军南部战区第74集团军 也在秋秋海峡进行演练 陆方也公布海上实弹射击画面 对于大陆军事动作频频 陆委会批评 共军不仅加大对台军事威吓 还与俄罗斯军演侵犯日本海空域 另外也在南海霸凌菲律宾等等 意图改变国际秩序 TVBS新闻叶俊宏 蔡依杰综合报道 不过中国大陆经济持续在低迷 而官方为了要刺激消费 所以不断在调降银行的存款利率 像是有大型的国有银行 跟12家股份之银行 现在的活存利率 竟然已经低到只有0.15% 不过这个政策 好像也没有收到太好的成效 专家分析认为 大陆目前经济的低迷状态 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崩盘 很多民众赚的薪水都拿来缴房贷了 只能够勒紧裤带过日子 卖场里民众挑选家电用品 锁定家中必须要态换的旧家电 中国大陆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祭出新政策 将设置3000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基金 加大对设备更新 还有消费品就换新的力度 因为大陆房地产低迷 民众消费没有信心 大大减少娱乐消费开销 不过这股节约风似乎还没吹到三四线城市 房价呀或者各方面经济下行 对于一二线城市可能影响会更大一点 对于三四线以下城市的话 可能就影响没有特别大 三四线城市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住房的嘛 对 然后所以的话 它就算房价整体的波动的话 对个人影响不算大 其实 对于三四线城市民众来说 没有购买房地产需求 不会受到房地产波动的冲击 甚至还能把钱做理财投资 放进基金市场里 我现在是放在基金里面 现在不太好 但是未来我相信会慢慢变好 以中国大陆经济现况来看 房市持续下探 车市买气也不如预期 有专家分析已经出现了经济日本化 也就是出现流动性陷阱疑 将下桥存款准备经历 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 长期的流动性 约1万亿元 利率已再调降 大陆国有大型银行 和12家股份制银行 活期存款利率 目前都已经降到 只剩下0.15% 五年期整存整取挂牌利率 国有银行大多调降到1.8% 股份制银行又调降到1.85% 大陆的存款利率 进入一字头时代 我把存款利率都降出来了 然后我希望钱能够撒到产业上 去做一些硬值 然后让企业可以得到更低的 这个资金成本去运作 但是企业面对的是 我的产品其实是在低价 那市场上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其实还是卖不出去 就会变成是即使我降到明目利率非常低的状况 但是我的货币效果依然看不出来 不过利率一直降 民众存进银行的钱却越来越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今年前八个月 人民币存款增加12.88兆元 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65兆 截至八月底 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297.14兆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6.6% 民众不愿意消费 不愿意买房 只想把钱存下来 即便下调利率 钱也逼不出来 他就很像之前 我们看到那个通货紧缩的现象 就是你预期价格越来越便宜 所以就会把你消费 甚至是那个时间点事物量就往后沿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房地产市场 其实已经冷了非常久 所以现在的状况会变成是说 一堆人打工去养房 那这个养房呢 其实现在养不起 他口袋里的钱 也都被银行给吸走了 所以他事实上也没有消费力 所以会变成是 现在即使你把利率降到很低很低 但是基于这两个状况来看的话 他不太会有一个动机去做消费 除了降低活期存款利率 也宣布调降存量房贷利率 目前已经签约完成 贷款利率可以下调百分之零点五 等于可以降低民众房贷负担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数据 今年一到八月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八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衰退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整个经济第一名 他的增结是在房地产崩盘 他让家庭普遍的感受到财富是在缩损 这个时候大家就更不敢去消费 所以他要去扭转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必须把房地产再把它拉起来 否则他对经济在寄出更强烈的一些降息 或者是更激烈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手段 其实他对消费的影响都还是非常有限 同样是房地产神话破灭 民众消费信心下探 日本1990年代开启的失落三十年 是否在大陆上演 恐怕将是巨大挑战 TVBS新闻 余欣海流军台北蔡蓬东